在东南亚老沃摩顶经济特区生活的第441天 现在是老沃时间三点 另外气温21度 刚刚我把昨天的视频都发布完了 因为今天白天睡了一整天 后面醒了几个小时又去睡了 所以现在精神的很 接下来我打算煮个泡面吃 先烧个开水 边泡泡面边刷小视频 香喷喷的泡面泡好了 开吃了兄弟们 哇塞色香味俱全 这视频刷着刷着刷到了早上8点了 接下来出门去买几个蚊香 在墨丁这边还比较赚钱的行业 恐怕就是那些搞装修的了 可惜这个我都不懂 最关键的是老沃人的工钱很便宜 就我知道的那两夫妻搞装修的 一个月能赚5万左右 而且像那种什么一万两万的那个装修小项目 他还没有时间搭理也懒得接 现在我来到了主街这边 到这个恩加便利店里面买几盒蚊香 刚在超市买了盒蚊香 一大瓶水 接下来起上我的牛屋经理 回家 睡了一觉醒来 现在是老沃时间6点40分 刚去刷了个牙洗了个脸 顺便换了身衣服 还弄了下发型 今天有个网友做最后一班的 从西双版纳到摩罕的动车 然后等他进来落地钱 到了之后 在骑上我的牛伯经理去接他 为什么我这几天都窝在家里面 因为有句话说的好 穷则独善欺身 负则欺卸成群 他俩的现在没钱了 可不得一个人在家里面窝 等我有钱了 他点他个三五个老欧美 两三个越南美的 来一个北斗七星证 最近咱们这个VIP卡的增量用户 有那么一点少 我能想着推出一个 策马踏勤楼卡招代理 如果你有意向 成为策马踏勤楼卡的代理商 你可以私聊我一下 说如果你办一个超级VIP的话 除了原有的那些福利以外 你还能额外获得一个代理商的资格 找你办VIP卡的 每办一张都有100元的佣金 等于说给之前的这个超级VIP 增加了一个小小的福利 就是多了一个代理商的资格 现在是老欧时间8点11分 接下来出门换点老欧币 去买个老欧文箱 随便找了个超市 换了50万老币 接下来去买文箱 这里有个样样30元 那你可以买到那个老欧文箱 之前是17万 现在涨价了 说要18万了 接下来我去那个啥 星空酒店那边 跟今天进来的网友会合一下 在我到星空酒店这边了 等他们下来 真的星空酒店这个大厅还可以 就装修的也很不错 我们三个人到了老长沙这边 接下来点几个菜 现在我们的饭菜都上来了 接下来开吃了 我们的菜有那么一点丰盛 兄弟们三个人四个菜 我的感觉吃不完 我就说吃不完 果然吃不完 我们这样四个菜 240多 只能说不便宜 我们刚来 所以先去那个铁闭房逛逛 先感受感受老欧爱情 不然后面可能就看不上老欧爱情了 接下来我们往铁闭房的方向逛去 然后路边还是坐了不少人的 老欧时间9点半 我们到铁闭房的第二条巷子来了 好像往上少了很多人 这里面刚刚看到好几个新来的还挺不错的 这个点呢 还有那么高的质量 这条巷子都逛完了 基本上没什么收获 人太少了 时间也太晚了 现在9点半了 都没剩几个人了 我们又逛回到主街这边来了 接下来往上坡的方向去逛一逛 我们逛到山坡这边来了 确实是时间也比较晚 连主街这边的都没剩几个人 他找了一个越南的挺白的兄弟们 另外一个这个是老欧的 现在给他们都那个啥 早好今晚的归宿了 接下来我就回家了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 我刚刚看到那个小西装在贝田养生馆那里 叫他走嘛又不走 有点看不懂这个老欧到底在想什么 现在是老欧时间12点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兄弟们